考虑川普说对所有事情都会重新考虑 虽然川普说对所有事情都会考虑 而外界是猜测他是不是对贸易战感到后悔了呢 不过白宫很快出面驳斥了 说川普的意思是后悔没有把关税提得更高 而在场的其他国元首认为贸易战 如果再持续升温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全球的经济 而且弱化盟友关系 香港这边在昨天下午 香港网友发起了在拳弯和葵青一带的游行 而且还架设路障 警方再度释放催泪弹驱赶 而期间还有示威者疑似投掷汽油弹 示威人潮延续到深夜都没有散去 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 示威者和远警还爆发了激烈冲突 有四位远警举起了左轮手枪一度开枪示警 防爆警大阵仗向示威者推进进行强势驱离 出现更激烈的警民冲突 大批黑衣人追逐警民远警 手里拿着铁棍雨伞猛打猛砸 眼看被逼到绝境 有远警疑似逃枪 震耳欲龙枪响 顿时许多示威者往后退 将近四名远警举起左轮手枪威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当时听到枪声传出后 有市民向警察下跪要求不要开枪 但远警一脚踹开 这是反逃犯条例运动 从六月以来警方第一枪实弹 香港警方的清强行动 其实到晚上 现在在泉湾这里 还是有大批的防爆警察 那最主要是稍早前有一批示威者 他们是不满意之前 有泉湾的黑社会人士 砍伤了他们的同伴 同样在泉湾 另一战场则是二匹坊的麻将馆 许多人手持长棍砖头 不仅敲打铁门 还情绪激动打破玻璃 示威者不满 先前有白衣人袭击香港市民 怀疑与福建人有关 因此聚集麻将馆外 大吼要福建人出来 警方这次的驱离行动 出动了包括他们的防爆装甲车 以及最新购置 刚刚才试用过的水炮车 今天是香港警方第一次 在震爆的时候使用 全弯游行警方派出水炮车驱离 从下午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对着无人的冲水是护栏示射 却根本没清除路障 被认为效果不张 下午五点多 港警在全弯洋雾道一带 发射多枚催泪弹 驱散示威群众 现场烟雾弥漫 示威者丢职汽油弹回击 激震场面恐怕只会让 警民对立更加严重 记者李景华阳俊宗香港报道